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大約半年前我拍過一條影片 過我的DONKI 十大之醉 DONKI那麼大那麼多去買 我又那麼喜歡走 誰知十樣好物那麼簡單 所以今天我打算拍一個更新版 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在DONKI發掘到的好物 如果你和我一樣都那麼喜歡走DONKI 想知道有什麼是我推介的話 你就不要錯過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介紹 這一款我很怕它會融 所以要先分享一下 就是一個令到我最近破解的雪條 它是朱古力麻薯雪條 現在買很流行的蛋糕和甜品杯 裡面加麻薯 這一款雪條裡面也一樣有麻薯 裡面是有朱古力醬 麻薯 然後還有一些朱古力脆脆 所以口感非常豐富 咬下去是多重感受 非常濃郁非常好吃 它的價錢是55元有6支 聽起來一點都不過分 但其實有點貴 因為它的尺寸是平時雪條的一半 這一款真的要快吃 因為它融得也算快 我拍了一會兒 旁邊已經融了很多 那你咬的時候 很軟熟 像雪糕一樣 接著之後 咬多一口大家就會看到 它絕對沒有圖文不符 裡面是有朱古力醬 麻薯 還有下面有朱古力脆脆的 然後中間的麻薯 它不會雪到硬滑滑滑的 它還是有那種煙韌的感覺 真的很好吃 雖然它這麼小支很快吃完 好像很不值得 但是同時令到我覺得 最惡感沒那麼大 都是小小支而已 吃了很少而已 有這種錯覺在 所以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不是經常都想吃東西 但是一想吃 就想吃一些好吃的 就不妨試一下這個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一件非常大念的事 我要跟它鄭重道歉 對不起 大阪王醬餃子 上次我竟然將你平為Donkey 我最不喜歡的東西 其實是我錯了 我用了錯誤的方法去煮你 令到你發揮不到最好的味道 但這次我要幫你平反一下 原來它是一個非常容易煮 完全不需要技巧 但是也要煮到一個非常美味的餃子 我所說的就是這款包裝的大阪王醬餃子 在上次的分享 我是用一般凡人煮餃子的方式 放油在煎鍋裡煎這個餃子 是不好吃的 但是原來這款餃子 簡單程度超乎我們的想像 它後面已經說明了 不需要加油 不需要加水 不需要蓋蓋 中火5分鐘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中火的話 它簡直有一個火 讓你參考一下 簡單來說 你只需要一個煎鍋 然後將餃子排好 開中火5分鐘 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已經可以有很好吃的日式餃子 完全不需要任何技巧 就已經煮到它封面圖這個樣子 它是連鑊鏟筷子都不用用的 5分鐘之後拿一隻碟蓋著煎鍋 然後反轉它 就已經有這麼漂亮的乳筋效果 所以這次我真的要幫它平反 裡面還有醬汁 說起餃子 除了這些現成之外 我都喜歡自己包餃子 因為可以加自己喜歡的調味和配料 你們又知道 當時有買一種日本製老字號 皮薄 然後還有非常便宜的餃子皮 就是這款農場房的餃子皮 價錢大約9.8 有25塊皮 如果跟街市比是貴一點 但質素是好很多 你在街市買的餃子皮 如果薄 很容易包餡的時候穿 但如果不容易穿 吃下去就會很厚 整股粉味 這款就不會了 它在日本已經是很久歷史 很出名的餃子皮 薄 滑 包餡的時候不容易穿 總之 所有的優點 集合於一身 千至九個八隻 如果大家喜歡包餃子 或者外面餃子的餃子 不喜歡吃 喜歡自己加喜歡的餃子 喜歡的調味 這款餃子皮 真的可以一試 然後要分享 就是我在DONKE 買得最多的食材 就是豆腐 現在我雪櫃裡面的存貨 就是這一款 一包兩件 這一包豆腐大約13元 它的保質期不太長 如果你剛好撞正 它差不多到期 而你又用得著的話 它可以減價減到半價 我試過入手價 大約6-7元 就買得到 這一款是可以直接打開凍食 你加些沙律菜麻醬 就已經吃得了 或者我會做皮蛋豆腐 皮蛋、肉鬆、紫菜 再加醬 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涼拌菜式 又或者你把它切粒粒 放進麵士湯裡 都可以 它的質地是很綿 不是很滑 裡面沒有任何氣泡 不是那種有彈性的豆腐 然後豆味 我覺得是中等 不算很濃郁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豆味 而說到麵士湯 我也有推介 在DONKE 有很多款懶人麵士湯 一沖水就飲得那些 其實很多都很普通 有些海帶 菇 菜 我就不說了 但有一款是非常吸引 非常鮮味 就是我手上的這兩包 它們分別是 蜆味真湯和蟹味真湯 它裡面是真的有蜆的 一包裡面有三套湯 價錢大約是$22至$24 然後另一款就是蟹肉味 因為這一款你們看不到裡面 所以我現在就直接開出來 沖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擠出麵士醬 我們就倒出蟹柳 加了熱水之後 就拌勻它 你會看到裡面是有些白色的蟹柳肉 它是沒有麵士湯那種死鹹的 它裡面多了一種海鮮的鮮甜味 但不會說很重 海水味那種高質的 不過 看回它的成份表 裡面不是魚肉蟹柳 扮是蟹 它真的有蟹肉 吃下去當然沒有自助餐的蟹腳 那麼鮮甜 一梳梳 很多彈牙口感 但是它也不是那種很假的 然後是麵粉 或者是魚肉扮蟹 也不是的 我覺得很值得 二十多元有三包 放在家或辦公室 隨時想喝 加個熱水 就做到一個湯 是非常好的選擇 我知道有時候我推薦完的東西 可能會出現短期缺貨的問題 如果剛才那些推薦 它們暫時缺貨 我都還能接受到 不要緊 我可以等的 但是以下這件事 如果我用完想補貨 而它有缺貨的話 我一定會很傷心 就是這款蒜蓉味的牛油 這陣子我寧願肥 我也要吃它 在這個前後距離 我都聞到一股很濃郁的味 它的味道是一點都不假 就是你塗在發包裡 放在氣炸鍋 焗爐 多斯爐 一看就是蒜蓉包 因為以前我會介紹的 蒜蓉包醬 它們的味道很像 但這個好像 你真的磨自己的蒜蓉 然後加點香醋 塗牛油去做 那種極度方便 除了做發包 蒜蓉包之外 它可以用來煮菜 你用來炒意粉 長通粉 或者是用來煎牛扒 代替牛油 那你就會有那種蒜蓉牛油味的牛扒 或者是煎魚 都沒問題 都是非常好吃 它的價錢是大約33至35元左右 不是經常有貨的 所以我都很擔心我推介完之後 而我又吃完會買不到 不過真的實在太好吃了 我不推介大家 我都會覺得對大家不住 買的時候不是只有一盒牛油 它有一個紙盒 不過我扔了 我拍照的 放在旁邊給大家 對著來買就對了 之前我就瘋狂推介大家 這一瓶土味的酒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喝 家裡長期有存貨 但今天就不沉氣 不說它 今天就說兩瓶小一點的飲品 一瓶有酒精 一瓶沒有酒精 各有所好 這一瓶是沒有酒精的原屬土梳打 第一次買它是因為覺得不特別貴 18元有一瓶 然後裡面是很漂亮 漸變粉紅色 我就忍不住買回來試試 誰知道它是很好喝的 一打開你吸一吸 是有一股土味軟糖的感覺 然後你喝第一瓶 是會有那種梳打水 但不是可樂那種字字的感覺 是挺爽的 它不是死甜的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特別喜歡去到很甜的 甜到會頸殼的級別 我不行的 這一款它算甜的 但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它有梳打那種 中和它的甜度 有我的地方當然有酒精 今天也不負眾望 跟大家推介這個 細細枝的藍高梅梅酒 這瓶25元有酒 已經買得到非常划算 因為藍高梅本身比較貴 我去年買了三百多元 才只有幾百克 去釀酒都沒有計算 酒精、瓶和糖的錢 就已經三百多元了 它不會像梅酒一樣死甜 一定要加冰才能喝到 也不難入口 因為有些梅酒 我不喜歡那種味道很個人 不過我覺得這個比較順口 比較容易接受 不會是那種甜到柔 那種感覺是我不喜歡的 它只要冷凍了 你一個人喝這個份量 一晚也不會有罪惡感 也不會說醉了 然後翌日做不到事 睡到死了 起不了身那種 是不會的 因為我自己 其實一個人 是可以一晚喝完一瓶這麼大的酒 但對我來說 可能也是太多 這個份量真的剛剛好 完美 最後我想分享這個零食 我想大家都可能見過它不陌生 我就不詳細說了 總之它就是粟米湯的薯條 正是粟米湯零食那種味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知道我說什麼味道 它很方便 打開旁邊可以直接倒進口裡 不需要用手 不用弄髒自己 是非常衛生 所以我都很推薦大家用來做做酒小吃 或者一些平時的零食 都非常不錯 這次就是我最近發掘到DONKEY的好物分享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 或者有沒有一些你都很想分享給我的DONKEY的好物 歡迎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假就三點和星期日 就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